如果我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那會面臨到另外其他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第一個就是底下有70頁 所以70頁有70頁的欄位名稱 所以變成要把底下的刪掉 第二個的話 它這個裡面有一些什麼日期 月跟日還有星期幾 那這個要把它清掉 所以你要把它清掉的話 那很麻煩 最簡單的方法 後來我發現 如果你要把它清掉 你今天不要傻傻的 自己慢慢用又選取刪除 選取刪除 那很很慢 那你說老師那我寫VBA 慢慢刪個月也可以 但問題還是沒效率 我發現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你直接怎麼樣 游標放在A1上面 然後呢 你就找到用排序的 我覺得排序應該是最快 排序的話是資料裡面 有個A到Z跟D到A 那理論上 我們應該你會發現底下這個 五月跟這個什麼呢 瓜虎二 這些其實如果跟日期的年比起來的話 那年應該是排在前 如果A到Z的話應該排在前面 那底下之間會排到下面 還有日期這個中文也會排到下面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 游標先放A1 然後點選A到Z A到Z的話就是 D真排序 OK 那排完之後你會發現 有沒有看到 前面這些號碼都在上面了 為什麼? 因為前面它是日期 那接下來請你把游標放在B1 剛剛是A1 A到Z 然後在B1Ctrl向下 你會發現Ctrl向下之後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剛好呢 如果B1Ctrl向下 它就會剛好停在 我們有資料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呢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把B1向下追蹤之後得到的列 再加1 一直幫我刪除到哪裡呢? 刪除到A1向下追蹤到的列 這個範圍有沒有 通通把它刪掉就好了 你會發現很快有沒有 這樣子 Ship鍵按住 然後呢 點選6349列這裡 然後按右鍵把它刪掉 這樣就馬上有我們要的號碼 有沒有看到? OK 所以喔 後來發現 其實排序完之後再刪 原來是最快的 但是你要知道怎麼排 OK 因為我剛好找到 就是日期剛好可以排前面 然後把底下刪掉 那這樣完成 完成第一個步驟之後的話 接下來面臨到下一個問題 哪個問題? 我希望把大熱頭重獎號碼 這個欄位裡面的6個號碼 幫我分割成為123456 就是把這個6個號碼分開來 那也許我把它分在哪裡呢? 乾脆分在備注這邊開始 所以這邊1好了 把這個地方輸入1 1號 第一個號碼 然後把它1輸入之後的話 當你把它向右填滿 加Ctrl鍵 它就會自動幫你加1 有沒有? 向右拉拉到I欄 那就1到6號 接下來把D欄跟I欄 欄寬寬設成 把它選起來之後 調整成一樣 這樣的話就1到6 這個號碼 有沒有? 那這個6個號碼 你就要做什麼? 其實主要是可以把這邊的號碼 剖開來之後放到它下面 好 那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把它剖開來比較快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資料剖C 可是資料剖C的時候 特別特別注意 剖資料的時候 第一個 請你先選取你要剖C的資料 如果你不要剖的不要選到 比如說B1這個要不要剖 這個不要剖 所以從B2開始 一直到下面 所以你游標放B2 Ctrl Shift向下 那剖什麼剖 記得喔 資料剖C按下去 所以1先選B2到B2的最下面 2的話呢 請你選擇資料剖C 找到分隔符號 OK 分隔符號 然後下一頁 下一頁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們中間是豆點分開 所以請你找到分隔符號 是豆點的這個選項 好 好那再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之後的話 最後呢他會問你說 那你要放哪裡 他預設是B2 B2不是喔 記得把目標儲存顆 改成D2 好 他就會幫我把它切開來之後 六個號碼 自動放在D2開始 到I2結束 OK 按完成看看 有沒有看到 3 18 33 34 43 45 他就被切開來了 在這邊 有沒有 這樣就瞬間完成了 所以資料剖C真的是好功能 如果你不會的話 哇他真的是一個麻煩 OK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喔 他其實剖開來之後喔 他原來03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本來是把它當文字喔 但是你剖開來之後有沒有發現 他會自動幫你把它轉成數字喔 他不會因為剖開之後 他還是文字 這一點我覺得是OK的啦 不然的話 如果你剖開來 我跟你講喔 有些像Python裡面喔 剖開來 他會還是文字 變成你還要再轉型一次 麻煩 所以他剖開還蠻貼心的 自動就幫你把它轉成數字 當然最後呢 我們這一欄不要啦 因為其實我們重點號碼 這邊1到6 跟特別號就好 所以把B欄給刪掉 這樣就完成了啦 有沒有 那我們就可以拿這個來做 大樂透的統計了嘛 有沒有 就可以知道說機率哪個最高 跟上個禮拜一樣的方法 只是說數字比較多喔 OK啦 把重點回顧一下喔 剛剛到底做什麼 依我直接排序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排序喔 真的是好 那排序要怎麼排呢 你可能研究一下 後來我發現喔 游標放A1之後A到Z 他就會把日期排在前面 那再把游標放B1 砍後向下 你會發現喔 底下這些資料都是我不要的 那我可以把它直接砍掉 砍掉的話記得喔 選他這個B1這一列的下一列喔 然後向下追蹤到最下面 把它按Shift鍵 這個刪掉就OK了 這個是第一個step 第二個step的話呢 就是在D到I輸入1到6 這個自己手動輸入一下就好了 這應該不難喔 你先輸入1 Ctrl鍵按住 再拖拉這邊1到6 把這個先把它怎麼樣 把它拉一樣寬好了 再把這個剖開 剖開記得喔 你要剖的地方再選 你沒有要剖不要選喔 之前有同學直接選B欄不行 因為B1選到 B1要剖沒有啊 OK喔 所以不要選到B1 所以從B2Ctrl Shift向下 再按一下資料補析 然後把它分格符號下一頁 逗點下一頁 然後目標儲存格 請你找到D2 按完成 再把B欄給刪掉 這樣就完成 OK 不過啦喔 你想說老師那 最好是什麼樣 我乾脆下載完之後 後面程式通通幫我完成的話 哇那更棒 不然的話我 因為我下載 然後後面又手動 感覺好像有點半套而已 但你全套要付出代價 就自己要把程式寫出來 OK 當然我們都知道了 只是說後面如何寫 這個才是重點啊 對不對喔 很多人說 我知道 但我寫不出來 那等於做一半而已 最好是通通可以的話 哇那真的感覺很好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的 每天做的工作喔 你都可以把它變成 一連串的程式的話 我是覺得做起事來就輕鬆了 有沒有 你只要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OK 但有些可能是太難的 你就自己手動一下 還是沒關係 但是大部分重複性很高的是 通通把它變程式 對你可以減少多少時間啊 像其實也如果以前你用C-C-V 每天都來一次的話 那花多少時間 省下來該讀好 對不對 你可以做多少其他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上班喔 有的人每天都很愜意 OK 事情一樣多嘛 有的人就是每天做到 真的很累很忙 但是還是做不完 他加班 這很奇怪的事情 OK 我覺得在資料處理上面 如果你的工作 跟Excel非常有關係的話 那當然絕對有必要 可以提升Excel的 相關功能的了解 因為已經有這麼好的功能 你不會用 那等於是真的是很浪費啦 OK 那有哪些一定要會的 像我們剛剛用排序有沒有 排序你不要說你不會 排序應該都會啦 只是你要怎麼排的正確 第二個資料口吸 你不要說你不會資料口吸 那有些資料你要把它分開 怎麼分開 如果不會資料 保錫光這個地方 我說真的實在是很難的 OK 所以這個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後面如果說 我希望看看有沒有一次性 全部完成 那這樣最好 那你要怎麼做 其實方法不外乎就是 如果你不會寫的程式怎麼樣 那你用錄製的嘛 對 如果你會寫是最好的 如果你不會 那你用錄的 那可是要怎麼怎麼錄啊 其實道理一樣嘛 你就把它剛剛步驟再重來一遍 然後把它錄下來 我剛剛Ctrl-Z嘛 有沒有這些嘛 那你把它錄 當然你錄製 你不要一次全部錄製完 你就可以把它分階段 比如說第一個排序 比如說我們DEMO一下 比如說第一個 游標放在A1 然後A到Z 把它錄下來 有沒有 第一個排序 然後再刪掉你不要的東西 OK 其實可以試做看看